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五岁七个月六两天又 为什么是五岁半要有个派对 我跟讲五岁是这样 小孩子你也不能年年半 要浪费钱 而且他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记得住 而且养成他太享受 会觉得似乎年年都该如此也不太好 但是这五岁其实除了 你是说与其说给小孩子 倒不如说是给自己的一个肯定 跟一个特别的纪念 因为我发现五岁的小孩很特别 过了五岁这个阶段 他开始慢慢脱去那种宝宝的气息 开始像一个小男童 似乎对这个世界 因为他的叙述能力表达能力 开始更成熟了 甚至也可以很完整的去说出一个故事 这个世界开始在他眼前成形了 他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阶段 我们让他去第一次 为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一次 这个party去规划 五岁的小朋友已经有能力了 他会告诉你说我想要在哪里办 我想要请小丑叔叔变魔术 我想看到谁 他都会自己有些能力 那从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可以理解到 他的这个成长到底怎么样 还有啊 对我们来讲 我们已经觉得这时间真的好快 我怎么觉得才抱在手上 转眼之间都已经五岁了 他们都讲啊 就说这个孩子五岁之前 你一定要特别珍惜 他能抱啊 能抱在怀里 能跟小一些傻乎乎的让你玩 是吧 五岁以后啊 他慢慢的他就大了 所以你就相当于一个提前的小成人礼 他就是这么个概念 而且他的儿子很早就成人了 我跟你讲 他儿子在公司里面已经很出名了 就我听过不 不止一位我们公司的女同事啊 我们那些美女主持人啊 说过他儿子的意识 他们好几个人都问过他儿子啊 说你是喜欢在香港还是喜欢在台湾呢 他说我喜欢在香港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有妈妈 然后这样的 还有呢 他说还有你啊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不知道你招到谁 哭女 哭女已经开始了 然后我们公司 所有女主持都非常迷念他的儿子变得 就是你看 这哭女的 那你对你儿子要加强性教育了 我这个我已经开始心里有底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这个我特别重视小孩星座 我也不是说特别迷信 但你知道星座都是那种统计学的概念吗 因为他是双鱼的 哎呀 怎么啦 我就很怕这个双鱼 两条鱼啊 游来游去 双重人格 而且相反的 非常内在矛盾冲突的 对 你说谈到性教 因为他是男生嘛 其实我是一直很喜欢女孩子的 没压力嘛 觉得说女孩也挺好 女孩的话妈妈 我们就直接跟他讲了 但男生的话呢 不要以为五岁的小朋友就可以不要理他 只是小baby哦 五岁之后 早在他们大概三四岁的时候 因为他就喜欢妈妈 妈妈帮忙洗澡 从他第一次开口 问我说 妈妈 为什么你身上有那个 我没有那个 你为什么我们长得不一样的时候 那你怎么说 我就觉得时间到了 该是把他交给他爸爸的时候 你摆出立法委员的姿态 上一刻是吗 没有没有 他我们就是先要 还是要回答他 一定要回答他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小孩子在问过程当中 发生疑问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觉得他很小不懂 no 就是你一定要把正确的情况告诉他 可是你不能不可能用很深奥的言辞啊 但是你永远不要自己糊弄他 就是用一个什么童话故事 或是掰他说 你长大就会了解等等的 这样他永远都不了解 你总不能让他到以后摸索 发生了问题之后才来告诉他 都会来不及 你看这个前一阵 就是我们朋友当中啊 有一位年轻的爸爸 他呢 就是有个小儿子 大概就两三四或者三四岁 这个这个这个岁数对吧 他性教育 你知道吗 他思想啊太前卫了 他的这个事啊 引起了我们的一个争论 你们可以评价评价 他这种方法啊 他觉得啊 他就发现这个他小孩啊 尿每次尿尿都得什么把嘛 妈妈给他把尿 他说这个不会像男孩子一样撒尿啊 这是爸爸的职责啊 对吧 我给他这个传帮带啊 对吧 于是呢 他撒尿的时候 他上厕所的时候 他就把他小儿子带来 其实他也是想叫 观摩一下 观摩一下 就是你现在还不会尿尿 哎 你看爸爸怎么尿 这下姑娘 这下 哎 尿 你看你的就是这个样子 爸爸就是这个样子 你知道他的小儿子 脱口而出一句什么啊 指着他爸爸那地方 头发 头发 哈哈哈哈 小儿 你知道吗 他以为这个地方是头发 啊 然后呢 接下来 他就说 我告诉你 你现在不长这个 对吧 慢慢的你就长 他就拿着他的这个这个东西啊 在这个厕所里啊 就在洗手间里 就给他小儿子这么 传帮带 啊 就告诉他 你看你的这个小鸡鸡啊 现在是这个样子 呃 像爸爸一样大的时候呢 你小鸡鸡就会怎么怎么样 那是纯科学派 是 但是后来我们这个在座的 有这个女性同胞 都认为说你这个有这个 虽然你是父亲啊 但是你会是变态 就会认为他变态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也不理解 哎 你们就就觉得 就觉得小孩看了心理受伤害 能这么教小孩子吗 就是说你看 这是什么 将来 你也是能大能小 但是呢 你现在没就能这么教吗 怎么不会啊 可是我们家的宝宝 他闻到就是这么教出来的 是吗 不是啊 他就没人叫我自修的 自学存财的 自修也 这样教怎么样呢 是不是过分吗 不会啊 因为我们家宝宝也会问 那个毛发的问题啊 那我们就跟他讲了 就说像他就有一天 哎哎 小朋友 他就自己照镜子会这样 有一天他这样 我说你在做什么 他说 就是这样 对 就讲说说 妈妈我长大的 也会有胡子 对不对 我就说对啊 然后他就知道说 长大就会有了 所以他再有一次 他下次再跟你们大家比较 比如说大家游泳的时候 换妆的时候 他就会说 哦你有那个 我知道了 我长大也会有 这样就很 他就觉得很easy自然 就是你如果特别好像吓到他 或让他觉得怎么样完了 他如果特别把他当回事 然后觉得好可怕 会父母亲有时候 我觉得最重要 陶哥你刚刚讲到一个 我觉得父母亲的态度很重要 不论小孩子以后 过生长过程当中 发出什么童言童语 让你吓到 父母亲第一时间 一定要非常的镇定 你要很镇定 好像很理所当然的告诉他 他还不会吓到 会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 否则他也会觉得很奇怪的 嗯 我为什么说起这个事啊 因为啊 一般媒体啊 都是关注这个热门话题 都在热门话题 其实呢 我也想关心一下 这个一个冷门话题 过去啊 我们有一个电影 一个老电影的名字 叫做被人遗忘的角落 我现在发现呢 真的是有一些被人遗忘的角落 这个新闻呢 当然都是个案 但是把它汇集起来啊 你觉得有情况 什么情况呢 这个小学老师 猥亵班里的女生 这个事情啊 我先跟你说 首先是香港报纸 一下从台湾方向上 书馆这边 现在就是你看人家 在香港报纸标记说的好 就两岸限寿师啊 就是禽兽就不是训寿师 两岸限寿师 台湾出现了一个新北市的 一个50岁的老师 对吧 这个受害的女生 全部不满15岁 他就是这个摸摸弄弄 亲吻干什么 就让学生叫到办公 女生叫到办公室 最后被揭发 这个老师说 我是向这个小女孩子表达父爱 所以岛上就大滑 对 然后呢 这个大陆这边也不输给他们 就轮到你们山东了 山东 山东卫视报道的嘛 山东济南市祁和县 一间小学 50多岁姓徐的小学老师 好家伙 班里的女生成了他后宫了 多年来30多个女生陪睡 就是他到底干什么 这个这个咱们的没有详说啊 至少就是女生都在忍受这个猥亵 据报道 他这个徐老师啊 徐子冬老师 已经要求学生赔税许多年 30 不是 我们要说清楚 跟跟徐子冬老师无关 这是山东济南 这个还不算最狠的 我跟你说 北京怀柔 北京怀柔某个小学的音乐老师 现在是大概有 也是几户人家吧 但好像就涉及到六户人家 还是九户人家 上音乐课 你知道我 我为什么说是被人遗忘的角落呀 因为这些情节啊 我很难想象在大城市 比如在香港 在台北 或者在什么上海这样的中心 就因为太 怎么可能 因为你想他的情节啊 这个老师弹钢琴的时候 让全班同学面壁 面壁 然后呢 叫班里最漂亮的一个女生 过来啊 过来啊 是不是这个看看你骨头长得好不好 就就搞这个 就骨骼精神 能弹琴是吧 然后呢 这个有个同学不是面壁吗 那这同学谁转身 这老师还玩 闻到他们的禅宗的棒喝 拿木棒棒 不许回头 就是出口墙 他这么搞 搞小女生啊 这个其实我也要划算回来 你们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归到台湾跟三东去 香港也有 香港常有 而且是香港是平均大概半年左右就会爆出一单这样类似的新闻 这个应该说是对孩子伤害是非常大的 但是你看我关心的就是这个就是被人遗忘的角落 你看啊 当然你说香港啊 那你像在大陆 我感觉到他出来新闻呢 往往比如说在郊区县 或者在这个这个偏僻的农村 也没有什么人你知道吗 等于说这个 就干了这种事情怎么都会不会被人注意到 他比如说他睡了许多年 或者说你看这样明目张胆 全班同学面壁 他上音乐课这么搞女孩子 怎么就没人知道吗 一个东西啊 有没有人知道啊 首先是我们对这个东西 平常我们怎么认定他感知的啊 具体一点讲就是为什么总是 当然大城市也有类似的东西 但好像农村乡下这种事 好像有时候情节更可怕 它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对为什么呢 是因为可能是这种地方啊 大家平常就很少讨论 什么叫性骚扰 很少这个社会上不太认知到 老师会搞孩子 小女生会有危险 没有这种认知 所以当这种事出来的时候 哪怕有一些蛛丝马鸡 其实说不定同学家长 偶尔会听说些什么 但是他没办法很准确的 马上把它捕捉到那个概念里面 你不像香港台北的话 如果说有家长发现这个孩子 不爱婚不爱上学了 说特别不喜欢上某个老师的课 说讲到你问他怎么回事 你觉得他眼神有点古怪 很多家长其实会猜到 但是我想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平常如果大家对这个东西不敏感的话 你是看不出来的 怀柔这个就是 是怎么就要怎么发现呢 就是这个 我觉得小女生她面临这个的时候 但是我是男生 我不能理解 就是说那边她的反应 她也不跟家长说的 她就说我不想去上音乐课 对哎呦你说这个家长还说怎么就不上课呢 怎么不上课 推他还去上课 你想他就不说了 哎你们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不一样啊 开玩笑 你从小他不是这样 他小时候如果遇到这种事 他就盼着上那个音乐课 哎呀我最爱上音乐课 对我觉得这个是认知上啦 因为我小时候本来就比较男孩子气 我真的还常问我妈 女生真的好麻烦哦 为什么我不是男生 我会钻回你的肚子里面 你再把我变成男生再生出来 所以当女生还可以站着尿 我小时候 当男生可以站尿 我讲真的 我小时候真的都是跟男同学打架 那个而且还很有意思 你知道男生常常会性教育出 出谋的开始 男生爱玩 他会滑蕾跑得很快 滑蕾 刷 然后看那个女生群体风光 就后来呢 我们那时候就想出一个方法 就叫女孩子都把那个运动短裤 都先套在里面 然后我每次看到有人做这种事 我就换我去棒打 那个我还把男同学骗到厕所去关锅 对就是有这种 所以台湾男性有点过分 温柔 也是给舒婉这么培养出来 不是所以你刚提到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好好 千千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为了让这个大家提起警惕 舒婉也准备今天这个游泳器敞开心扉 披露当年她一段不堪回首的这个往事 我这个人呢 我要 我一定要说真话 说实话 要么我就不假 我觉得那种人 对对对 我要我就假 要我就不假 对 那我呢 就是说 你们看下我这种个性啊 就是 即便 即便 就即便如我 我小时候还学过跆拳道 我咖啡袋的 我第一次生平 咖啡袋的 对对对 有还有咖啡色的 咖啡袋的 咖啡袋 对对 咖啡色 即便如我 第一次碰到那种被骚扰的情况 我也会愣住 当时什么 我真的会愣住 我很快速的讲 第一次 高中的时候 公车上 我就觉得很多人嘛 拉着车 我想奇怪 我怎么觉得 臀部温热的感觉 觉得怎么那么热了 我就直觉嘛 我的手就摸 我竟然抓到一只手 我抓到那只手的当下 我真的心脏 整个快要跳出来 然后后来就 你就已经吓到了 这只手还软了 抓住了那个人的手 回头过去看 那个人长得好黑哦 所以感觉上 好像是当时 你那意思白点 你就能接受吗 不是 他就可能是有点像是 外籍外劳 那种外籍人士 我整个人愣住了 然后可是我还是 还是告诉他说 你在干什么 就我的个性 我那时候是觉得温热 然后手摸 抓到一只手回头 你知道干什么 然后那个人好像吓到 然后他就拖了手要走 我那时候很想讲说 司机停车 是 是 梗住我的喉咙里面 就后来呢 我一看 其实应该要到个警察局 我都想到了 但我做不到 我想到要这样 我就是做不到 然后后来等到公车停了之后 我下车 我看那个人也不见了 对 不见了之后 我就飞奔 跑回家 跑回家之后 一进门 纯身发抖 我就开始哭 一直哭 一直哭 然后我爸就冲出来 发生什么事 我就跟他讲 刚刚在公车上 有一个什么时候 啪啪啪啪啪讲 我爸还听到 哇马 立刻冲出去 那时候家里 那个很快嘛 他骑机车 一路追那个公车 想要去找那个人 那是谁 你遇到这种事情 你一定要当下反应 他说你可以叫司机 开到警察局停下来 你就大叫 你一定要先大叫 你如果没有大叫 根本没有人知道 可是呢 那一次之后 我就一次 就让我在心里 我就记下了 后来呢 当我到 就是到台北去 就读高中 就远 远父家园 到台北 第二次的时候 我是看到学妹 我看到学妹 被色狼欺负的时候 我就一把火冲上来 结合自己 就是 我觉得跟我之前 那个受伤的 那个经验有关 我就立刻冲到前面去 我就把那个人手打开 而且我跟学妹讲 学妹 你屁股被摸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叫呢 我就对着那个人 一直骂 你那个大色狼 那死色狼 我就在公车上歇斯底底的 去大骂那个色狼 然后那时候旁边人 当然就七嘴八神 然后大家就开始很有意气的说 叫那个司机 赶快把车什么 开到警察局去 然后就把 就真的是开到 那个警察局附近 后来那个人 到底怎么样跑掉 我有点印象模糊 因为我骂完了之后 我心里很高兴很激动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有一点点那种 那是太兴奋吗 兴奋过了头 已经后面发生什么事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反正 可是那次之后 我稍微心里有一点平衡了 我似乎对我之前的那个 被骚扰的那个伤害 有一点点释怀了 因为你又做了一件事嘛 把他找回来了 对 所以看即便是我们 我这样的个性 我第一次遇到的时候 我也会愣住 你就可见多少妇女忍气 不是妇女 多少女孩忍气吞声 其实说起来 我也有一次 我烧了人的经验 也是心里很不平衡变的 就是大概在小学 四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 就是你刚刚形容的男生 刚刚开始性启蒙 台湾我们真的很流行 就滑垒去看人家裙子 你看真的有 我们不只看 我们还要动手 还要去摸人 那时候我们一起男生 先豪宅头上 不是 他应该要遇到我才对 我们男生是互相摸 你知道吗 就小时候台湾男生 喜欢玩有些人叫玩烟 你记不记得 玩烟 对 就很喜欢一只手 护着自己那儿 一只手他却 拿着手刀一样 就劈人家那儿 我们说要把人家 要说把人家阿鲁巴 对 阿鲁巴 抓去撞墙 抓去撞墙 撞柱子 对 一人抬着你右脚 一人抬着你左脚 就要铲阿鲁巴 冲啊 就往前面 很流行的 撞个半死 然后呢 我们都是这么念出来的 台湾男人不容易吧 然后呢 那时候呢 我们小时候一帮男生玩 然后后来有一天呢 大家就 哎 那女生 怎么样 我们去搞他 然后去去去追那些女生 然后女生吓得 在校园里面到处跑 然后后来终于有个女生 被我们扑倒了 扑倒 对 然后呢 跟着我们就 赶快抓他屁股 怎么样 然后就我们一人去抓他一把 然后后来呢 我很记得呢 那个女生后来 为中年人犯罪 对 没错 算放过你们了 对 然后我记得当时呢 他就倒在地上 然后他就坐在那 他就哭 后来老师就问我们 怎么回事 那当然给我们很大的处罚 但是他坐在地上 他就那么低着都哭的 那个情景啊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直到今天 都没办法原谅自己 虽然你会觉得 那好像小孩胡闹 但是我自己觉得 那样的一个 我不知道会对那个女孩 造成什么 虽然后来看起来没事 但是我真的是 一辈子都记住那个情景 对 为了这个罪啊 文道顿入空门 什么顿入空门 墙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 文道就说起来 要现场画一下 对对对 我就说到因为 因为我们小时候在台湾念 小学跟初中的时候 我们这些男生小流氓 像漫画一样那种 跑到厕所打架 然后有时候在里面 胡来画些东西 最流行的一个是什么 我们学英语课的时候开始画 教大家学一个字 S-S-W-Y 这四个英文字母该怎么写呢 正确的写法是这样的 它是人体密码 S-S-W-Y 喝喝喝 还真理想 大家能看出来 勉强能看出来一点 意思 这玩意有点毕加索呀 毕加索的风格 S-S-W-Y 我们小时候上英语课的时候 我们就跟老师讲 老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对吧 老师都气 小朋友想象的女人很丰满嘛 我就妈妈 我叫不是 看下来有点女儿 就我问你啊 儿童在五岁过来之后 他往往对彼此的生殖器 比较好奇 作为妈妈 你怎么对待 他问我什么 我就答什么 我现在也是这么个态度 我觉得潜在的 我应该把孩子 当成一个成年人 你懂不懂也好 但是我不跟你说假话 对 这很重要 但是问题就是说 碰到一些来自成年人社会的 这些洗衣扰 你发现没有 像玩小孩子 所谓鸾童啊 有人说是过去讲什么道德败坏 现在也有人讲是生物性的什么因素 包括西方的一些什么神父 这不也是西方很耸动的大案 文道现在对这事有定论吗 我对这事没定论 你不是有研究吗 还写过书呢 我没写过书研究 就这都画出来 他说因为他顿入空门了嘛 没有没有 我是想说像这种事情 我想自古以来 其实一直都存在 但是问题是 所谓的鸾童啊 他复杂的地方在哪 他有时候是有个文化的背景在里面 没错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如果去看一些古籍的记录啊 你会发现像以前一些社会 记得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